所以我從台經院被戒掉 為大部戒掉 那麼99年的時候呢 當時候胡部長特別跟我嘱咐 他說 滿榮 你知道我們中華民國 沒有機會在國際組織的秘書處 擔任秘書長 您特別為那次來跟我加持 我印象猶身 那麼今天呢 我特別想說 既然我是難得有機會參與國際組織 在這邊借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參與國際會議 基本上可以從三個面向來看 第一個面向 我們叫做body 身體的區隔 或者是結構的外觀 外在的形式 每個人對於個別的外在形式 觀感不一 不論是衣著握手 記者會 參與人數 座位 禮品的贈語等等 第二個層次是mind 智慧 知識智慧 實質的內容 我們參與了分析 我們參與了分析情境的背景 歷史的眼鏡 問題的癥結 可行的方案 建議的方案 然後行動的藍圖 他在過程中是艱辛的 是需要高度智慧來達成共識 第三個層面 我們叫做soul 或許翻成心靈 同理心 人類的情感 彼此之間相互的尊重 相互的體恤 認同差異 這是今年累月與時俱增的 今天我特別要請夏主委在這裡 因為他是我心目中 如同其他很多外交部的同仁 在背後艱辛的努力 今年累月的經營 才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馬錫慧 馬錫慧假如我們從 Body Mind and Soul 三個層次來看 首先探討一下新加坡地主國 請問夏主委 新加坡是我們的邦交國嗎 不是 請問我們APAC有任何一個邦交國嗎 沒有 我們在這樣一個環境艱困的處境上 我們沒有辦法參與很多邦交國的高階活動 李光耀的父子 李光耀跟李顯龍 一個在23年前創造了孤王會談 孤王會談裡面有我們的官員參與嗎 國安會當時是由海雞海鮮 是 是民間的參與 因為我們受困於外交的空間 23年後的今天 我們是高階的領袖參與 這是破冰的 全世界矚目的 新加坡的李光耀 他寫了一本書 其中談起的兩岸 我為什麼要在這邊琢磨一下 我們來看看新加坡的Body Mind and Soul 他可以給你一個場地 他可以給你最安全的地方 他腦子在想什麼 他心靈裡面的觸動是什麼 新加坡李光耀的書談到兩岸的時候 或許很多人會不同意 但是可以讓我們看到地主國的一面 他說兩岸的關係不是想不想的問題 不是要不要的問題 而是兩岸的統一是會不會的問題 他個人是亞洲被尊敬的領袖 他認為在他書中的產世 兩岸的統一是終極必然的 但是時間拖得越久 台灣的內耗越混亂 人民越痛苦 我們不一定要贊成他的想法 但是他這顯現出來的 這是新加坡的Body Mind and Soul 再看到兩岸在馬席會的層面 66年來兩岸分治的情況 在那個機會有回顧與前瞻 再次的闡述和平的根基 第一是九二共識 這是兩岸互相琢磨切磋的共識 也是全民的榮耀 當馬總統坐下來 第一句話 說我們今天會面 背後是全民的支撐 我聽了非常感動 我們的產官學媒 在過去今年累月 他所造就的是全民的榮耀 就亞太區域的層面來看 那麼我們也來看看Body Mind and Soul 我過去在APEC秘書處服務三年 PECC秘書處服務三年 在六年的期間 我所有在其他會員國的同事都告訴我 我知道你們台灣一舉手要講什麼 我說你怎麼這麼厲害 他說不是台灣說中共打壓 就是大陸說台灣導彈 那麼從1911年在APEC的場域到2008年的突破 我們有非正式領袖會議 直到2015的馬錫會 民眾的餘力焦躁不安 我們可以了解 但是執政黨選擇理性溫和 不是我們不會惡言謾罵 是因為我們知道文道有先後 我們選擇耐心的闡述 不是因為我們不會拍桌叫囂 是因為我們受限的國際空間 讓我們知道樹葉有專攻 我們選擇海闊天空 不是因為我們無能無為 是因為我們知道做事井底之蛙的悲天美敏連之心 立法院為了要讓民主提升不斷的進步 請不要繼續污蔑民選的總統 污蔑總統就等於賞了我們選民的耳光 我們要繼續讓他在任職的最後一天 賦給他body mind soul的研判跟智慧 這才是符合民主的進步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詹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王玉銘委員質詢 請 時間8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夏主委 夏主委 王玉銘好 夏主委好 我想在這邊